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近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北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徐一凡 一凡你好 你好委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通过其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表示 说联邦调查局特工日前对他的海湖庄园住所 进行突击搜查的时候 拿走了他的三本护照 其中就包括一本过期的护照 一般您觉得为什么特工会拿走特朗普的护照呢 就是为什么特工会拿走特朗普的护照 是因为害怕特朗普逃离出境吗 如果他拿走特朗普的护照 那一个直接的推理就是怕他逃走 是吧 怕他逃离出境 什么要用到护照这样一件事情 但问题是这个护照他到底有没有被拿走 有没有被FPR拿走 其实还是一个罗生门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就是那个FBI闯进海湖庄园 去搜查了特朗普的家以后 特朗普非常的愤怒 然后就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就这件事情已经吵了很久了 吵了几个星期了 但这件事情还是在不断的发酵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事情 就是FBI居然 联邦调查局居然闯到前总统的家里 然后还是这么一个有个性 有特点的前总统 去搜查前总统的家 那会不会找到前总统犯罪的证据啊 对吧 跟国会大厦暴乱相关的 或者和其他相关的 那这个前总统当然也不是一个 省楼的灯 也不是一个吃素的 那他就会责问 你们到底有没有尊重公民的权利啊 你这是不是猎物行动啊 是他以前印象所爱说的 说他受到了迫害之类的 所以这个还在掰扯 还在扯皮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关于护照的事情 这个特朗普他自己确实是像你说的 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个True Social上面说 说哇 在突袭海红庄园时 他们偷走了我的三本护照 其中一本已经过期 以及其他所有东西 就是对政治对手的攻击 其程度在我国从来没见过 第三世界 就是他就是一贯 他一听这个 他发的这个和过去 他还没有被领个封号的时候 在推特上发的这个 推特还语气都一模一样的啊 就是还是 就是比较会博人眼球的 这种比较强烈的语气啊 但是司法部的官员呢 他是已经向媒体澄清了 说被拿走的特朗普护照呢 并并不是在这个FDR的手中 不是在联邦调查局的手中 就是就算是拿走了 但是FDR并没有帮他保管 而是已经归还了 但是特朗普方面是不承认的 他的发言人 现在的发言人叫泰勒不多维奇 他是说 没有 就是你们还是拿走了 并没有还 所以这个护照到底在谁手里 然后是不是像特朗普说的 因为根据这个FDR官员的说法 他拿是肯定拿了 那是不是拿了三本 然后其中包括一本过期的 然后现在这个护照 究竟在谁手里 其实现在也是个谜 也不知道 到底到底是在谁手里 然后呢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护照的话 拿到护照呢 就是也确实是 就是怕特朗普 就是如果真的拿这个护照 确实是怕特朗普逃出去 因为特朗普他也是一个这个商人 商业大亨 他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是有他的产业的 但如果他真的是 就是眼看着这个关于国会暴乱的这个调查呀 如果真的这个火要烧到身上了 那特朗普会不会逃跑呢 因为之前在这个特朗普 他和拜登交接权力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好好交接 一直在扯皮这个大选结果 然后大选过程中 有没有这个舞弊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特朗普是一直坚称有舞弊 但是一直没有拿出来非常可信的证据 打的官司也都输了 但是呢一直在扯皮 也没有好好地交接 但是当时就有一个传言 就是说特朗普在这个 现任总统以后 拜登当任总统以后 特朗普会逃走 当然这个事情后面证明是谣言 他并没有真的逃走 但是现在如果这个国会大厦暴乱的事情 这个去作证的人越来越多了 副总统彭斯也说他可能去作证嘛 对吧 然后白宫的一些密切的助手 甚至特朗普自己的儿女 包括他的大女儿一万坎 也要去作证之类的 他的大儿子也去作证了 就是那他们作证到底是有利于特朗普 是为特朗普说话的 还是相反的方面 有些东西现在都还没有解密 我们也都还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确实和之前相比 特朗普他现在离这个 可能会被定罪的这个可能性 可能是又近了一点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那他会不会又逃跑呢 那确实有这种可能 就是这个Politico这个新闻网 也是挺有名的一个媒体 已经报道了说 虽然特朗普前总统办公室 没有宣布特朗普会前往任何度假地 但是呢有很多人说 特朗普正在积极准备不久以后 对英国的访问 然后虽然最终的细节还没有确定下来 但是英国当地的官员已经在预期中加强了安全措施 那那边也有很多反对者嘛 之前特朗普在任上是美国总统的时候 是英国去英国访问 伦敦的街头又飞起了那个Trump Baby那个气球 特朗普宝宝的那个气球 也是从伦敦那个时候开始的 作为对特朗普的一个讽刺 那现在呢就算他卸任了 这个伦敦当地反对特朗普的人也还是挺多的 然后他们也在情愿说不要来 所以就是特朗普他是有这个计划的 就是可能在今年夏天晚期的时候 这已经快八月下行了 那也可能就是最近了会访问英国 然后英国呢他也有他的高尔夫俱乐部 所以呢就是这个传言是称 特朗普可能会在他在英国的高尔夫俱乐部度过一段时间 那会不会这样呢 然后这会不会赶上什么调查什么结果出来呢 会不会因此而逃走呢 那我们都不知道 只能说拭目以待 然后海湖庄园这个事情呢也还在发酵当中 有报道说呢 美国司法部反对公布说明搜索行动 为合理的宣誓书 这个我觉得也挺奇怪的 就为什么会反对公布呢 就您觉得是因为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两方面都可以解释 就对于这件事情的真相 我们知道的还真的是太少太少 就是这也跟美国现在政坛的分别有关 然后每一个部分的人 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一部分 你让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话 他们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他们是没有办法找到共识的 这真的是这种鸡头鸭讲 他们甚至可能都爱吃某一种汉堡包 或者甚至都讨厌某一种饮料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是可以的 但当谈到政治 谈到特朗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当总统的时候究竟干了什么 他在这个国会大厦暴乱当中 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 你在拿这些分裂性的问题 就是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去问这些不同观点 不同派别 甚至说不同政党或者是 在对特朗普的这个关系上 属于不同阵营的人 你根本就没有 是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共识的 他们的彼此的看法 差别是太大太大了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从两方人马的这个角度 来解释这个事情 都是可以的 你说不公开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可能他们可能就是猎物行动 然后去诬陷特朗普 然后去特朗普的家里去 去找这个罪证 或者甚至去想办法去栽赃 然后对他是一种 就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 这是可以啊 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们会相信这种说法 但是另外一边呢 就是特朗普的反对者呢 他们会说 那这里肯定是有很多的经历 那你不要说是涉及到前总统了 就是一般的案子 那所有的案子都可以公开让人知道吗 所有案子的细节 都可以公开让人知道吗 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就是还没有抓住的犯罪嫌疑人 在这个案子里 也许是特朗普 也许是特朗普 身边亲近的人 真的就是为了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些细节 全部都是可以公开出来吗 公开出来 对之后办案 对之后案子的这个推进 对这个嫌疑人的定罪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负面影响吗 什么的 这都非常非常难讲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可能也是说得通的 所以就是归根到底 我们就是不知道 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就是还在扯题当中 还是一个罗生门的这个状态吧 就是但是好消息是 就是他感觉是离水落石出 是越来越近了 就是特朗普他在这个 国会大厦的暴乱中 究竟是扮演了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毫不知情呢 还是知情呢 还是不仅知情 甚至有所鼓动 甚至是不仅鼓动 而且他也是背后策划的一份子呢 现在谈的就是越来越深入 然后证人也越来越多 这个可能真相也会越来越清晰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真相真的摆在面前 比如说啊 就是我不带任何偏向的说话 就是我们假设 完全是一个架空的一个假设 就比如说 特朗普他被证明在这件事情中 在国会大厦暴乱中 他真的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就是类似于一个鼓动者 就是甚至有一点点参与策划的这个意思 那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特朗普他哪怕他真的被定罪了 他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前总统 都不能被赦免 而去必须去进监狱了 但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会觉得 特朗普是受冤枉的 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里面 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他受到了这个选举舞弊的冤枉呀 他本来输掉了 他本来应该赢的这个总统大选选举啊 那你还能不让他干一点什么事吗 他当然要依靠他的支持者 然后去想方设法夺回 本来就属于他的总统位置了 就他的支持者还是会这么说的 就是说美国社会分裂到这个程度 政策分裂到这个程度 其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真相是怎么样 当然真相的浮现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也是一件就是会让就是很多 这个温和派呀 中间选民安心的一件事情 也是会让世界其他的国家 看得更清楚的一个事情 也是历史上将来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这都是这都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就目前来讲 就分裂的这个状态来讲 不管是真相是怎么样的 就是所有的人可能还是会 就是尤其观点比较极端的这部分人 选民也好 政客也好 还是会宣 还是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 还是会支持自己愿意支持的人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极其亲信 在联方调查局搜查海湖庄园的八天的时间当中呢 一直在匆忙的召集一支受人尊敬的辩护律师的团队 一凡你怎么看待特朗普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的危机处理方式 我觉得就是特朗普他的危机处理方式 就不光是你说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危机处理方式都好像更接近于一个普通人 就是我说的这个普通人 就是不是说就是真的就是平民百姓 遇到一个事情就是然后赶紧去顾律师 那你还未必顾得起呢 对吧 然后像你刚才说的特朗普他在招聘最好的律师团队 我所说的是呢 就是特朗普他对于危机的处理 他好像就是很少有一班政客的那种 就是尽量掩饰啊 或者是有一些中庸啊 或者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啊 或者这样子 他好像就是一切都是比较高调 当然跟媒体愿意挖他的事情有关系啊 他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很清眼球的人 他在从政之前就是个很清眼球的人 他做的就是这个娱乐啊 媒体这一方面嘛 对吧 他本身就是挺清眼球的 甚至还做过真人秀对吧 那他当了总统以后走的还是这个路线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喜欢关注的事 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 所以就是你要说他的那些事情 是小报挖出来的吗 是大媒体想方设法去找到知情人挖出来的吗 还是他自己本身也有一点点想向大家显示 就是比如说我有最厉害的律师团队 就是我受委屈了 这有他们帮我撑腰 有什么要紧 就是他是不是有一点点想显示 想向别人炫耀的这点意思 我觉得似乎也是有一点 强势反击 对 他就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 我就是对的 然后我不可能有问题 如果我有问题的话 就是你们在冤枉我 就是你们在猎屋 他有一点这种 挺怎么说呢 就是他没有政客的那种 就是愿意妥协呀 愿意让步呀 然后我给你点这个 换你点那个呀 他好像走的不是这个路线 他走的就是一个 就是对像你所说的 这个强力反击的这个路线 就是好像一个一个普通人也好 或者说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也好 他就是就是坚持着 走一个非常极端的路线 那不管是哪个是因 哪个是果吧 就是他到底是吸引眼球 才会这样 这样走到一个极端的地步 还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很极端的人 所以他特别的吸引眼球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这好像也没有必要 去仔细分析了 但是只能说 这就是一个人物 他就是一个 天生要当新闻主角的人 美国国会的众议员 利兹切尼呢 在8月16号 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党内初选当中 败给了受到前总统 特朗普支持的一名挑战者 从而丧失了参与今年11月 中期大选和明年 继续担任国会议员的机会 利兹切尼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切尼这个人吗 利兹切尼这个人呢 他也是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 就是他们家也出过这个 就是前副总统这个切尼 曾经当过总统的那个切尼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亲人 然后呢 切尼像你刚才说的 他已经 他已经落败了 就是已经输给了特朗普支持的一名挑战者 然后利兹切尼这个人呢 他也是共和党 但是呢 他一直是特朗普非常激烈的批评者 然后大家都知道 那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好多次了 就是2021年1月6号的 这个国会大厦暴乱的事件 然后民主党人一直是在主导这个调查嘛 那切尼呢 也是在这个国会 这个事件的程序中呢 他是这个调查的程序中呢 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就是他呢 就是属于那种 他不仅是一个就是说 就是算是就是党内 共和党党内不站在特朗普一边的那个人 他是一个站出来非常强烈 非常明显 非常大声的去反对特朗普的一个人 他可以说是共和党内部的特朗普的反对派 所以呢 就是他在这个初选中的失败呢 其实也是意味着是特朗普的一项重大胜利 那其实就这个意思嘛 对吧 那你们俩是死对头 那一个人的失败就表示另外一个人的胜利嘛 所以就是作为一个支持弹劾前总统特朗普的这么一个共和党议员呢 他经历了一个这么大的失败 其实也是说明就是共和党的内部 现在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力还是蛮高的 然后特朗普呢 他还是就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他是年事已高也好 还是就是之前在国会大厦暴乱事件中的就是一些表现和所作所为 引发了一些人的反感也好 但无论如何 他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 他所受的支持还是非常高的 甚至可以说2024年他还是可能是卷土重来的 当然这些东西也都不是绝对 就是还有一个特朗普的党内 就是同样也是共和党的人 但是他也激烈过 激烈批评过特朗普的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叫利沙布尔克斯基 他是经常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法案 或者是特朗普的法案中投反对票的一个人 他呢就就赢得了这个初选 党内的初选在阿拉斯加州 所以呢就是就是所以你要说 凡是在共和党党内 凡是支持特朗普的都会赢 那倒也不一定 好像现在有这个调查 就是美国的那个538的那个政治选举预测的这个网站 就是说好像从总体来看 特朗普所支持的这个候选人 在正在进行 因为还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完全出结果嘛 正在进行的这个各地的这个中期选举中 好像特朗普支持的这个候选人们 或者说挑战者们 境遇要稍微好一点 但也没有就明显到 凡是特朗普支持的就就会赢 凡是就是特朗普不支持的 或者或者特朗普不背书的 或者是反对过特朗普的就会输 也没有这么明显的一个趋势 但是稍微好像特朗普支持的是有这么一点优势 所以呢就是 就是这个事情究竟会怎么样呢 就是还是还是还是比较难讲的 那切尼和特朗普他们目前呢 就是还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状态 切尼他不是初选失利了吗 但他在承认初选失利的时候 也还是在非常挑明了 非常强硬的说这个问题 说我是不会为了赢得初选 而接受特朗普总统有关2020年总统大选的谎言 那特朗普呢 他就是就是当时也是被弹劾了 这个下台以后呢 他是一直是把这个利兹切尼驱逐出国会 作为他的一个行动重点的 就是他就是可以说现在也算 也算是在这个事件上 在这个步骤上算是成功了吧 但是中期选举究竟如何 然后特朗普自己他2024年 真的会不会再次来参选 然后参选能走多远 那现在如果我们要去判断的话 可能还是维持过早 在去年1月呢 在时任总统特朗普任期 就要结束的一个星期之前 众议院的10名共和党人 加入了民主党人的行列 投票弹劾特朗普 原因呢是他煽动了1月6号 发生在国会大厦的骚乱 特朗普对那些胆敢反对 他的共和党人呢 发起了一系列的猛烈的抨击 在这10名投票支持弹劾的 议员当中呢 4人现在呢是选择了退休 还有4人最近呢 在几个月的党内角逐当中呢 被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淘汰 所以呢他们也将会离开国会 10人当中得以进入11月中期选举 并且面对民主党对手 以争取继续连任的 现在只剩下了2人 伊凡您觉得这是否是意味着 现在共和党的内部 正在进行党内清洗 好像可能也没有清洗那么严重吧 但是也确实像我们刚才说的 还是反映了特朗普的势力 还是很大 就是2024年还是可能归来 我们刚刚就是说到了 这个利兹倩尼的党地初选的 这个失败 就是他失败 其实就是确实也不仅仅是一个 普通的特朗普的反对的 共和党议员的一个失败 因为像我们刚才就是也稍微提到过的 利兹倩尼他出生于一个政治家族 就是前面我们说副总统 这个倩尼就出自他们家 其实就是他的父亲 他是这个副总统倩尼的女儿 就说整个呢 就是因为这个美国 不管是上学也好 从政也好 这个家族传统还是挺重要的 就大家也很看重这些东西 然后他的父亲做到副总统了 那盘杆错绝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关系 很多的联系在这个政府之中 在这个政界 在党内 尤其是在党内 那这样一个人他失败了呢 那确实意义也是挺重大的 就是他背景这么强大的一个人失败了 那同时也可以反映出 就是反衬出吧 就是特朗普 他虽然之前是一个 就是好像从来没有从政 在政界 好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这种 就是这种身交的这种政界的人 就是他就是在当总统这么多年 当到第三年的时候 还有好多职位钱不满 因为他好像就是政界认识的人 实在是没有这么多 但是就是经过这四年的总统 还有经过这个后来就是2020年 大选期间 就是对于这个选举舞弊的这个攻击啊等等 他现在其实他的支持者 不管是从民众角度也好 还是从政客角度也好 还是有挺多的 如果特朗普2024年真的归来的话 那他可就不是一个政治素人了 他就是一个政治老兵了 就是很多人就是不能说利用他 但是也确实这不是一个人和一个人斗争的问题 你能说现在共和党内部的斗争 就是麦康奈尔和特朗普的斗争吗 那就更加不是利兹切尼和这个唐纳德特朗普的斗争了 对不对 可能是建制派和这种超级保守派 或者是就是特朗普主义者的这个斗争 这都是就是也是意料之中的吧 就是美国是一个两党制的国家 两党现在斗的也较激烈 但是你要说民主党就就是完全的团结的铁板一块 或者共和党是一个非常非常团结 大家都尽往一处石一起去反对民主党吗 那也不是 就是当一个法案或者一件什么议题 它是两党在争的时候 那两党好像都是屁股决定脑袋 按自己的这个身份投票 一般来说按党派投票 但是当到党内部的时候 他们也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是不是建制派 就是有多保守 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区分这个党内 不同的派别的这个标准 所以就是特朗普他到现在 他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共和党 共和党人嘛 就是他在这个成为总统之前 算是一个政治素人 甚至他也在年轻的时候 短暂的加入过民主党 但他就是走到现在 他在这个共和党当中 可以已经说是一个 根深夜貌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就是说他在2024年的时候 就是卷土重来 也不是一个就是听起来 好像是一个神话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这个切尼的失败呢 像你还有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曾经把屁股 坐到民主党那一边 然后为这个弹劾特朗普 这个投下了赞成票的 这些共和党议员呢 就是至少在表面上 好像都是在这个境遇 都不怎么好啊 都是在遭受一些报复啊 或者是就是就是在 在某些就是你看不见的 或者是你看不清的 这个力量的逼迫下 在走向下台的 这么一个结局哈 但是呢就是 我们要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 去进行的清洗吗 可能好像还不到这个地步 但是也确实就是已经说明了 特朗普力量的强大 现在呢虽然特朗普失去了总统宝座 被FBI突然抄家 被主流媒体各种的嘲讽 它的影响力并不是越来越小 实际上呢现在是强势的正在回归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甚至说就是你越被抄家 可能你就是所受到的 这个支持就越强 是一种反弹 大家反倒从情感上 更加的同情他 而且的话呢 通过媒体的不断的曝光 不断的刷新 对特朗普来说呢 它的曝光率的不断的增加 对你说这两点都很对 然后我还有补充一点 就是他的支持者 就更加觉得他是受冤枉的 越是觉得特朗普受冤枉 那么支持特朗普的人 这些人呢就会变得 越贴卡 对没错 好的谢谢亦凡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好的谢谢委员 谢谢听众朋友们 再见 谢谢 谢谢 再见 感谢观看